2022基隆市民联合婚礼计划8月31号 在位于基隆港东岸旅运中心顶楼 刚开放参观的利都迭克空中花园举办 不过报名情况却让主办单位 基隆市政府民政处方面大感意外 6月30号报名截止日仅35队完成报名 还剩下15个名额 因此民政处方面紧急宣布 将报名期限延长到7月7号下午4点前 我们原本预计是有50队的名额 那截至报名截止完成报名的有35队 其实就是还有15队的差额 还有这名额 那我们预计因为还有15队的名额 那我们民政处这边会希望说 从明天开始然后到7月7号 因为我们7月8号要有一个新人说明会 所以我们会延长报名时间 到7月7号的下午4点 那希望今天没有空 没有办法来参加报名的准新人 市民好朋友 能够在把握这段时间 在我们每个上班的时间 欢迎到我们民政处宗教理医科这边 来报名 民政处方面研判 今年报名不如预期 可能跟疫情影响婚宴举办有关 不过民政处方面也强调 今年的金融市民联合婚礼不仅首度移私道结合花圃 木战道内甲板造景及无敌港区景色映称的金融港空中花圆举办 新人抽奖的密业旅程部分 也加码为基隆宇兰的五星级饭店 不述过去的游轮行程 我们今年的市民联合婚礼 其实我们选在 我们新完成改建的那个金融港屋大楼 它的空中屋顶发源 那边的景色那边的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也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建物 前两年往年我们最主要是主打是游轮 就能送新人的一个游轮来摸厂 那因为游轮这今年都没有靠港 所以我们会把那个等值的这个游轮的价钱 把它转换成提供给新人一个蜜月的一个饭店 比方说有我们金融昌龙桂 还有叫西日的那个凤凰酒店 民政书再次表示 这次活动有众多在地业者加入半嫁庄的行列 包括连续五年支持婚礼活动的金融清安公 与发朵创意婚纱 每对新人也可获得厨师机一台 及市长签名金产之等 呼吁还没有报名的新人们把握机会 在浪漫唯美的空中花园完成众胜大事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